2017年4月,斯图加特保时捷大奖萨英·沙拉波尔的参赛格外引人关注,因为这是沙拉在被禁赛一年多后首次公开出现在赛场上。 然而,对于所有订阅了被运体育频道BizPost看比赛的球迷来说,这一定是个糟糕的看球经历,因为比赛刚刚进行到第一排比赛的一半时,信号就被无风切换到另一场无关的足球比赛上。 这种对球迷来说有些倒背后的事情,常常出现在被运体育频道上。 在2017年得到WTA海外转播权后,他们一直对女子网球比赛,保持着漫不经心的态度。 除了时常断断续续进行赛事直播,许多引人关注的焦点,这甚至没有一秒钟的亮相机会。 不久前,在英德美网冠军后的首场比赛中,当大阪南奥米在东京的主场观众面前出现时,被运体育正在播放拉里金的电视广告。 显然,正让WTA失去耐心,在当地时间10月9日宣布的一项协议中,WTA中断与飞影体育的全球转播成交易,并将版权转回给美国网球频道Tenis Channel。 虽然在此前的交易讨论周期中,美国网球频道与飞影体育的出价将差甚远,它只提供了这家电视台不到10%的包价。 不过,WTA首席执行官史蒂夫·希莫直言,在这个时候,钱不是最主要的问题。 去纽约时报报道,虽然被运体育在中东和宝国等特定市场已站稳脚跟,但它在美国的业务才刚刚起步,媒体研究公司CKeyben估计。 截至2017年底,飞影体育在美国拥有2400万户订阅量,而美国网球频道达到6100万户。 费用上,美国网球频道更是会,相比飞影体育,只提供125美元每月的最顶级套餐。 美国网球频道的套餐最低价为每月70美元。 WTA认为,在女子网谈近年来格外风云变化的节点上,关注度更应该和观赏性一样得到保证。 体育媒介需要给女子网球提供发展空间。 在体育商业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,2006年到2016年期间,在24项体育赛事中,只有女子网球的收视率有所下降。 美国网球频道董事长肯索罗门指出,根据对自己频道各观众进行观察,大部分观众的性别议题实际上保持中立态度,对于男子和女子网球兴趣相当,甚至大多数学阶里女子比赛的评分更高。 美国网球频道迎合了这一点,在频道成立的15年里,男女比赛的转播情况基本持平。 WTA与美国网球频道签订的这份为期五年的新协议,涵盖电视及流媒体的内容。 希望为WTA世界各地的公开赛提供充足的曝光度。 据统计,目前WTA巡回赛,每年将送出2000多场比赛,希望特别提出。 在这份新协议中,另有公平转播男女比赛的明确规定。 WTA与美国网球频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